左等 右等 等了好久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终于等到陈时中现身 欢迎部长来到我们敌话商区 陈时中一到现场 完全没发现黄珊珊就站在后面 直到主持人介绍部长才恍然醒悟 难免让人联想 是不是之前黄珊珊脸书呛陈时中 像月亮政策处于15不一样 让双方见面格外尴尬 我相信从防疫开始 其实重要很多事情真的很忙很乱 但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我们毕竟是执法的单位 也就是说你公告完了之后 真的查核的是我们 所以沟通当然很重要 我们会尽量跟中央好好沟通 他好强 我没有啊 我觉得黄珊珊珊都一直非常的客气 一口同声为了民众健康 良态度似乎一点都不尴尬 会再度同台就少看看 主要摊贩上到底有没有按照来源地 准确表示 陈时中要基层摊贩有问题就说 尤其是猪肉可能有混冲 散装 甚至加工制品 洗产地 只靠一块板子或是一个QR Code 就能有效预防 不效业者故意作假吗 会有一点担心啊 所以买的事真的会害怕 混杂 当然会混杂 就是我们会害怕 因为你不知道 因为你做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我觉得要还是会相信 买酒的那个老板吧 目前还不知道 目前还没受影响 我不担心 因为我们做四十几年 我不担心 虽然摊贩自信满满 但是民众的疑虑还是无法完全消除 政府除了要基层摊贩做好标示 更要从来源就做好把关 才能让民众吃得安心 欢迎新闻 王家杰 杨直玉台北报道